喂,大家好 那这场主题是广告业的大实战技巧 那讲者Dryman目前与美国知名广告科技公司 OpenX担任大数据工程师 他擅长Hadoop的资料处理 那在这场分享中 他将会介绍手上真正拥有大数据的公司 实际上是如何操作大数据的 那包括Hadoop的系统规划以及演算技巧 那让我们掌声欢迎他 大家好,我是Dryman 然后今天我分享就是这个 在广告业学会大数据实战技巧 那我大概会很快速的把大数据在讲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一开始先讲完 然后接下来讲会从广告业里面 需要用来计算怎么样算起的事情 然后到最后面是这个 怎么样大数据来解决这些问题 那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就是我现在是这个在OpenX担任这个资深工程师 然后我擅长的是这个MapReduce API 就是Hadoop的这个API及Hive 包括到它的这个Serialization and Deserialization format等等 那我一开始是在这个前东家SupplyFrame从八台的这个MapReduce 这个Hadoop的这个重极计算开始 然后到现在是300多台的机器 然后是这个200TB这个Daily Value 那所以我是从比较中小型的这个资料 从其建设到蛮大型的其实都稍微有些经验 所以如果会后有些人对于资料建构 有些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来问我这样子 那首先先讲一下什么是大数据 大数据呢 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说是资料科学呢 资料视觉化 是OpenData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其实很非常的这个 就好像没有人可以说清楚 说大数据是什么东西 然后如果你去上网查这个大数据相关公司 然后你看到这么多这个 让你觉得眼花缭乱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想要换一个角度来讲大数据 我想要先从这个 是什么样产业链撑起大数据 了解说那个金钱是从哪边流进来之后 才会知道说 大家主要是想发展什么技术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破题吧 大数据基本上是一个 传统上是叫做Business Intelligence的产业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衣服型的产业 那我觉得有很不错的类比是这个CG Computer Graphics 这个Big Data呢 这个它的后面支撑其他的这个工业是 电商 广告业 科学机构 网络产业等等 那CG的话它基本上就是 电玩电影工业 动画产业 你最后在卖钱是电影 但是你电影要做得好 你需要一些很好的CG 传统上 我就先从这个电影工业的方式来 比喻说Big Data像是什么样子的产业 就是没有CG外 你是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电影或动画 比如说你可以做七龙珠 但就你全部可以用手绘 用动画师做出这个七龙珠这样子的动画 但当你自己没有CG工业 像日本没有自己很好的CG工业 只能把电影外包的时候就做成全面进化 听说每个人都放张猫 就全面进化 所以其实Big Data它只是电商把他们的产业 是一个ScaleUp的技术之一 那其实ScaleUp其实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技术 然后各种这个比如说人力规划等等 它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 它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而已 那今天我是要从这个电商的角度 或者我说电商或是广告业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从后面的这个用Big Data公司 然后角度来谈这个Big Data 那在我的简报里面可以学到什么样的东西呢 如果你是数据服务的接案公司的话 你会了解像我们这样电商的这个客户需求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是电商 我们ScaleUp经验应该可以就可以抛转引玉 那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那就可以学会大数据应用的其中的面向 就是说从电商角度出发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好 那现在我们开始讲广告业 广告业是这个网络业当中 两大支撑起来的这个金流 除了广告业之外就是这个电商 就是比如说Amazon啊 或者是那种真正有些transaction 可以让你这个真正赚钱的产业之一 那广告业里面 它资料流军金流是怎么样建构起来呢 那我先讲这个它的金流 金流的话就是你是一个网站主 你会想要出售出售广告空间 然后接下来像我们这样的那个广告平台上 我们就会找出适当的广告投放 那这个Advertiser就是这个广告商 他就会付费投放广告 我们最后就会把广告投放上去 然后最后支付网站这些广告费 那Data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基本上就是各种丢出AdRequest的时候 就是说我要现在有个广告空间 我要这个需要放个广告 他通常我们会尽量把这个 跨不同网站当中的User Information 把它那个抓起来 然后把这些资料丢给这个广告商那一方 如果是比较专业名字的话 会叫做那个DSP就是Demand Site 就是Demand就是那个 这些广告商他们很希望能够投放广告 然后把这些资讯丢给他们之后 最后他们会丢入这个 愿意为这个广告付多少钱资讯 然后最后我们会把广告放上去 那通常每一个广告平均会收到 大概100个以上的Bits 就是这个我们叫实时竞价 就是针对这个广告空间 你愿意出多少钱来买下这个广告 来把自己的广告放上去 然后出价的通常每一个广告男位 平均有100个以上的样子 因此我们就产生了很多大数据 如果大数据好开心 其实一点也不 这个基本上你没有经过处理的数据是没有用的 你再放在家里头 那个可能低槽里面影片 这个可能还比他有用一些 至少可以点开来看 没有经过处理的数据 你放不进去 你甚至可能用Excel 那个看个实行 那个资料都大到你无法处理 因为它会有上百条的 那个细节的那个单位等等 所以有这样的数据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那就是这个资料工程要处理的事情 这边其实我原本有举例说 这个比较小型数据资料工程要做什么 但碍于时间我就先把这部分省略掉 直接讲这个大数据里面要怎么做 那传统上的BI是处理这个中小型数据 那到Big Data时候 我们就Yahoo在2007年Open Source这个Hadoop 然后它有哪些好处呢 第一个是它有一个很不错的 这个Storage Engine HDFS 那传统上如果你是用100万美金的话 你可以建构大概0.5到1PB那样子的这个重集 那其实是非常小 而且很贵 它那个读写速度也非常慢 就是传统的Send或者是NAS等等之类的架构 但使用这个HDFS的时候 它多一些限制 就比如说原本是连那个append都不行 那现在是你可以做出一个档案 然后你没有办法有File Lock等等一些传统 比较复杂的那个档案系统功能 但你的读写速度可以变得非常快 然后它也是那个20倍以上屏 就原本100万美金 你现在可以做出20PB那样子 然后Computation的话 就你除了有储存之外也还需要能够计算 就像刚刚讲过 那个你资料只有储存起来 没有计算是没有用 那现在有非常多的那个计算仪器 那基本上到比较大的数据计算的时候 现在比较流行还是以这个传统的MapReduce 就至少在洛杉矶附近 我们我有跟那个Cludera Consultants 就问过的 有多少公司是真正使用Spark等等 一些比较新的比较快引擎 那其实基本上不多 迪士尼有 然后一些少数一些数量级比较小公司 但其实比较大 大部分它还是用传统的MapReduce 那有一个很大资料进来之后 你会想要有一些 我们先从它FinalResult 就要有哪些用途来看 那基本上会有四种主要的那个use case 第一个是 既然我们是电商 我们最后是要跟别人收钱 就从一边收钱 然后另一边是要付钱 所以账单报表 其实是所有的这个应用当中最重要 而且是最不能输错一个 那它既然是说 跟一方收钱 跟另一端付钱 你基本上只要是 这个人 然后你要他收多少钱 他其实最后那个数据 就最后那个表单是比较小的 但对于这个Business Analytics 就是这个做分析人来说 他们会希望知道更多数据 所以我们会做出比较大的 稍微大一点点的那个资料量 然后把它推进这个 就是Online Analytical Platform 就是传统的这个Data Base的系统当中 给他们做这个自己的测试 然后去看各种参数等等 那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special purpose 就是比较特殊 例如看这个traffic quality 就比如说一个使用者 如果他连续上线24小时 不断在看网站的话 这个人不睡觉 那一定是一个bot 就这种要把它做那个blacklist 把它去掉 或者说对于不同的那个release 然后这个实际上最后那个 有多少人在浏览网站 是不是有产生影响等等 这个是Canary 就一些特殊 单依据看某些特殊性质的那个 报表的话 它的资料量出来是极小 然后最后我们会把 包含所有的那个资讯的这个 东西压成一个archive 就一个封存 然后最后是用hive来对它做curie 所以这所有的这个报表当中 它就有些共同的特性 就是它从上百维的原始资料 然后到大概是只有十几维的输出 那它有一些这个特性需要去那个守住 就是它的这个business logic 在所有输出中必须一致 你不能说这个 我跟广告主收钱的时候 用了这个逻辑 然后跟那个另外一方要付钱的时候 结果有个逻辑 你copy and paste弄错 那这样不行的 然后另一方面 清理脏资料的时候 这个逻辑也需要一致 就如果你一边判定这个人是bots 另一边却忘记把这个逻辑加上去 这样子也是不行的 那样子 对就是在做 对和整件人 不管是大数据还是小数据 都需要去这个手术的一些基本概念 那以前是怎么做呢 关联式资料库的话 基本上就是你会建立起 非常非常多的这个table表单 然后接下来你的逻辑 就是从这个表单 连接到另一个表单 或是一个view 然后接下来不断地把它那个 从一个table到另一个table 中间这样子传下去 这个传统就是用这个 这个过程叫做这个ETL 就是extract Transform Load 这样子 资料留在不同表单中传递 已经更新 那大多数的这个大数据公司怎么做 基本上是继承自这个 以前做ETL的概念 就是说可能是一套ETL 然后接下来可能最后 最后产生出一个output 然后接下来可能第二个ETL 产生另一个output 或者说可能一个比较重要表单 它可能会经过好几步 它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clean up 因为其实当你那个工资变很大 有很多团队的时候 上个团队处理过后 资料交给你 可能这个 它有一些edge case没有处理到 然后最后你得自己再去清一遍 然后最后可能在多做几步之后 才产生出output 那这有个很大问题 就是说刚才有说这个business logic 还有这个clean up data 必须要一致 当你产生这么多 对它pass的时候 它很容易这个 有些逻辑就不一致 它就变得蛮危险 那我们openx是怎么做呢 我们基本上就把它缩减 成一个这样子架构 就是说统一的清理干净资料 然后最后统一的把相关的data放在一起 变成一个fact data 就是说它就是我们的final fact 如果之前有些什么东西弄错 我们就只能将错就错 反正这就是我们最后统一的 统一的那个资料口径 就是对外的那个发表 永远都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发 来做计算 然后最后既然它有一个这个 Hydook它有个好处是这个 它可以存很大的资料量 然后不会出问题 那既然有一个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这个fact table之后 最后再从中萃取自己需要的 那个对于publisher 就是网站主 最后该怎么样把它压缩成 给它需要的资料 或是对网站主等等 就所有资料最后都从一步 从这个fact data set里面中提取出来 那接下来就开始讲一些这个 实际上在做这些步骤的时候 一些实战技巧 技巧一就是 我们让我们的资料验证 变得非常非常严格 事实上可能比传统这个做BI的人 还要再严格一些 那既然我们那个用 MapReduce API是Java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很多 Java的这个utility class 我们是用这个Google Goalpha的preconditions class 来对各个不同的那个 进来的Data 它有些constraint 就是说它可能不能大于模值 不能小于模值 在某个business logic底下 不能变成是负的 等等等等 出现错误的时候呢 基本上那一个工作 那个MapReduce job 它会throw exception 然后就会自己停下来 然后接下来 它就会送一个这个alert 然后我们就uncode会接到那样子 那接到的时候 我们就要检查错误 然后如果确认说是真的是上游给 资料有问题的话 我们上游就需要把它那个 rollback到旧版本 最近有个笑话是那个微软 他们中国微软 使用滚回 来说滚回旧版本 对Windows 升级的时候 你要不要继续升级 不要就要滚回旧版本 那最后 但它还是会throw exception 因为脏资料已经在那里 你还是得process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 针对这个特殊的edge case 然后要上个patch 那基本上我们做的还不错 就是一年当中大概会发生三次 所以即使是一个很严格的情况 最后我们可以让上游的资料 逻辑得很严谨 然后下游处理的时候 逻辑也很严谨 那第二个技巧的话 这个其实我们还蛮得意 就是我们用这个 物件导向的方式 来处理business logic 那我先讲一下传统上 大家会怎么样做business logic 就是你可能会说 if一个condition 然后接下来就要拿一些特殊的fuel进来 然后接下来检查它是一个情况 然后接下来可能else if else 然后它可能层层叠叠变得非常非常难处理 而且你可能是最后 copy and paste从这个code copy到另一个code 非常可怕 就千万不要这么做 如果你是用java的话也算好的 你用这个一些上层的etl 就比如说pig或hive的话 就是case when等等方式来做 更可怕 就是而且更容易超错那样子 而且它会让你的城市 变得非常非常难维护 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 做了一套自己的系统 来做这个business value object 那它就只有一些简单interface 它就说我这个object 它可以从一个raw data set 就刚才有说 中间有个很大的这个raw data 就一行raw放进去 然后它就会自己去把自己的直设好 然后它直设好之后 你就对它去问说 这个get value 它要把正确值吐回来给你 当它变成是这个物件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很多这个inheritance 就继承 比如说 这边要讲一下那个广告业 就是impression是什么意思 impression是指说 我一个广告被呈现出来之后 最后我们会在底下放一个pixel 就是真的是一个image pixel 是一乘一的 那这个一乘一的pixel 它会回传一个这个 就因为它有个url 它就会回传到我们的server 那我们知道说这个url 被叫到的时候就代表说 因为javascript是single thread 所以上层的那个上面的那个广告 一定是被显示出来 最后才会出现那个image 这个fireback的东西 但出现这个fireback之后 我们就需要对它做一些一定的处理 然后最后才知道说 我们要取什么样的数值 所以一个impression 就是那个pixel回传的那个url 我们会需要做 只要是任何一个回传的url 我们都算是一个impression 但是我们要记录 说它是一个qualified impression的时候 就需要多加一些特别的测试 说它的使用者在进来 看这个impression的时候 是不是被blacklist 黑名单使用者 像是那种24小时不断看的 它就得把它剔除掉 然后最后这个它是不是一个market impression 就是我们里面有些特有专用名词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 它是不是可以用来收钱等等 它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细节的filter 要把它apply上去 那通常怎么写呢 就是比如说像刚刚那里不是有一个object 是get value吗 那它就这样 就是如果 我可以去检查 我的rawl value会把它多加一些 这个特殊的这个 可以检查的那个事情 所以说它如果是个buildable impression的话 那我就回传 我上层原本是被判定impression的那个filter 它就会去层层叠叠往上叫 那样子 那如果它这个被检查说不是的话 那我就回传0就可以了 那使用这种物件导向的时候 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既然是物件导向 就可以变成UML 你可以跟不同team一起制定规格 然后你的business logic 在不同的这个report当中share的时候 你是只是share这些object 所以你要做refactor东西 变得非常简单 而且它是共用 所以它的逻辑一定是一致的 那样子 那现在进入讲第三个技巧是 这个在大数据 事实上大中小数据 数据都会有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你要怎么设计自己的scheme 就是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比较好翻译 就是那个阴架 就是你的这个资料库的时候 传统就是会有schema 你要先设计好表单的那个格式 然后你才可以对它写入啊 或做各种操作 传统的话 我们就叫做这个schema on read 就是说你在设计你的表单的时候 就得把它这个设计好 更新变得非常痛苦 一开始就要把它设计好 那样子 那如果是没有schema情况下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所有资料都可以随便进来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 这个无法达成之前的一个这个想做的事情 就是资料被验证性就变得非常低 你可能没有一个好的这个方式来验证资料的type 然后你没有办法设定一个好的constraint等等 它可能会有些extra fill 那是要扔掉呢还是怎么样 就变得很难设计 那我们的解决方法是 首先不要用像jason那种 太过free format的这个资料格式 选一个比较好的severization format 例如google的probof 或者是facebookthrift apache他们也自己有出一个avro 我们是使用 我们是比较早又开始进入这个大数据的那个社群 所以我们当时用一个比较冷门的一个format 叫做ls是lightweight event system 这样子 在使用这个ls的时候 它里面有个fill 它就它会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json file 但它是binary 所以它对每一个fill取值的时候 都是那个01的random access 你不需要把整个东西做parse 就是json做parse overhead 非常的贵 这样子 我们所有这个ls里面 永远都会附一个版本号 然后针对那个版本号 它就会我们自己系统里面 会存一个 怎么样验证这个ls的一个schema 所以我们是 资料 就是data 它有个版本号进来之后 针对它的版本号 去对它的schema做验证 因此我们就可以 还算是够自由的 可以增加各种新的field 然后 但同时我们又可以兼顾 这个我们的资料的可验证性 然后增加这个替代速度等等 讲好一些比较好的good practice之后 要讲一些back practice 就是在做大数据的时候 最好不要做的事情 那样子 我看到还蛮多这个新进使用者 进入大数据的时候 就希望把所有查到的工具都用上去 那样子 资料处理它不太像是跌了的高 就是你这样跌起来的时候 你做的一定是 就一定会出问题 就是它 就不是这么做的 那样子 另外如果你试着同时解决太多问题 你又想要你的资料量很大 你又想要你的资料处理非常快 然后你又希望这个 我不知道 各式各样的问题 他们都 如果你同时想要解决的话 通常就会很有问题 最好是一次解决一个小 比如说像我之前的一些这个例子 像是我要处理收费的表单 然后先把这个做好之后 再处理下一个 再处理下一个 比如说我要做这个userblacklist 我要做它的时候 再专心把这个处理好 这是一个比较 最后可以做的比较深入的态度 这样子 然后另外这个脏调的big data 就我们的经验评论 要一个月以上才处理得掉 所以这方面真的需要非常严格 就是对自己对资料清洁度妥协 就是对自己残忍 真的很可怕 这样子 对 那在处理这个building report的时候 辅典数会有很可怕的误差 所以所有要做除的事情 都你就存那个 你的除数与被除数 分别用这个long 就是用这个integer来存 这样子 那接下来是讲这个 新进使用者怎么样切入big data 我觉得像我在前一家公司做的时候 我们就是刚好就是有经历这个过程 就是从自家的这个原本 Postgres database的ETL 把它改成Hadoop来做 那大概四到八台机器就够了 我是我第一个那个任务 就是把一个五小时的ETL 就extract transform load 就是那个SQL script 改写成这个用20分钟来做的这个Hadoop job 这样子 如果再等会还有点时间的话 我会把当时再做一些程式 就经过一些extraction之后 拿出来讲 这样子 那在做这种改成Hadoop过程中 我觉得有几个事情 比较特别的来讲 就是在书的方面的话 我觉得它的那个官方的Hadoop 这个Definitive Guide 其实就还蛮够的 然后它里面有一张 特别在讲Secondary Key Sort 我觉得是这个当中 从那个初学到稍微有点进阶的时候 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使用这个Secondary Key Sort 都可以做到这个Data Processing 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Data Join 而它可以在延伸自Data Join之外 可以做到各种比较复杂的 像是Deduplicate 就是之前在讲这个Data Cleanup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前面有一张slide 就是我们的这个Architecture的部分 看看这里 像这当中的这个第一步骤 还有第二步骤 基本上就从刚才我说的 这个Secondary Key Sort 延伸出来的 所以如果能够把那一个观念学好的话 基本上就开始自己 Protype出一个这样子的Data Pipeline 就变得有可能的样子 那最后 我在接下来三个礼拜一 就我是 就前天才从美国回来 然后接下来三个礼拜一 会在MLDM里面 就有一个这个Meet up 在重大创立方会讲三场Talk 那在这里面会把一些 比较深入的这个城市概念 把它讲得深一点 那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 先补通一下那个MLDM-O-Day 接下来现在是在那个 大安学院在那个评设计 哦OK 对已经不在这段路面了 就是在那个NIA的罗位置 都可以查到相关性质 嗯哼 其实我们比较少在做这个Data Mining部分 我们基本上是把原始资料 变成这个可信度高的资料之后 丢进Data Base 然后再给其他Data Analytics 来做Data Mining那样子 那基本上大部分的Data Mining 还是用SQL的语法来做的 对 对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嗯哼 就是因为在这个 刚才一样它这个那个 它是CMAR3嘛 那你刚才有提到说 你是用那个版本 那所以你们用什么样方式 去做版控吗 还是怎样 嗯 对我们基本上有一个这个 Repository 就是专门放不同版本的那些版本 呃 所以基本上 有一些新的Business Logical 放进来的时候 他们就得send这个Pull Request 然后我们在这个 GitHub Enterprise上面做review说 这个是make sense 还是这个 呃 这个功能精被increment过等等之后 最后才决定说 这个版本号可以被放进去 实际上这个版本 呃 他们我们在那个前端 需要呃 产生这些Effect的时候 他们也需要被验证过 就是说他不能够随便放个 random版本号 然后random的那个schema 这样子 对 这样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因为我刚才听说 就是说那当旧的 旧的那些schema 旧的那些资料怎么办 那你怎么处理啊 呃 如果当我们收到旧的资料的时候 因为旧的各种版本号 呃 的schema 我们都还存着 所以是 看到一个旧版本号的时候 我们就去比对 旧的那一个schema 然后如果那个资料真的太旧的话 呃 我们通常会有这个 migrate 就是把它从旧的版本 变成新的版本可以读的东西 然后重新写 重新写它版本号 然后接下来再有后续再继续处理 这样子 那在做那个migrate的时候啊 是你会去捕以前的资料吗 那些单位进去 呃 对 会 是不是update吗 对 嗯 嗯 嗯 这件事情本身就可以变得非常复杂 还有非常非常多那个 呃 business logic 要被这个apply进去 例如说 呃 我这样看 呃 呃 像刚才最前面讲说一个user出现太多次 就得被clean掉 这是其中种 另一种是这个 我们所有的data在前端最做记录的时候 都会复制两份 就是说 在这个cluster trim当中 它会分别有两不同的server来做记录 所以如果有个server倒下来的时候 呃 至少我们会留下一份copy 我们这个总共的server量 呃 前端我记得有3000台以上 就是它的那个failure率是可以蛮高的那样子 所以呃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clean up就是说 既然我们记录两份 那我们最后只能留一份嘛 那怎么样来决定说哪一份被留下来 那这也是其中种clean up 那00总总其实还蛮多种的 对 但大部分的这个clean up 它其实都用到那个secondary keystore概念 它secondary keystore就是说 呃 我同一组资料 呃 就类似的资料 我把它放到同一个reducer之中之后 呃 我该怎么样排定顺序 那像 如果只是像刚刚所说的这个呃 我要留下一个版本资料的话 那就是 我可能就挑第一个留着 第二个我就不要 如果第二个没有出现的话也没关系 那样子 那这就其中一种这个de-duplicate 就是data clean up的一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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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是指 就是你根据这些数据之后 是可以做 什么样的事情 哦 好 呃 这边刚好可以回答这个 我在大数据业之后观察到一个迷思 就是呃 呃大数据不一定直接等于数据分析 基本上是能够把大量的数据变成后端 可以再继续处理的过程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大数据了 这样子 所以像刚刚所讲的所有的这个呃 针对大型数据该怎么样使用的技巧 还有该怎么样维持它的清洁度等等 都是呃大数据的应用之一 而且是呃 事实上我们公司最近才在这个pixel 就一个广告评比上面得到第一名 那我觉得我们其中一个能够赢得 这个第一名的关键是呃 呃我们处理资料这件事情很小心 所以你看那个三呃一年之中只有三次这个真正产生 那个数据处理错误的这样子的过程 基本上呃你后端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然后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资料清不干净最后得到结论就错误 你就你没办法做任何那个parameter tuning等等之类的事情 对 那请教一下说业界其实有一个etl2叫informatic card的 那这个部分来讲在使用在intl的部分跟hatoop比起来的话 你有去比较过他们之间的有缺点吗 呃information card这个工具我其实没有听过 呃但相关就至少有蛮多这个数据公司来我们这边来展示他们的这个 各种etl工具还有那种图形化让你点一点点点之类就可以来做 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比我们自己内部所做的系统还要再有其他优势 就是说能够保持你的这个business logic非常的一致 然后还有这个data cleanup部分非常的那个严谨 这两件事情我发现大部分的etl2好像没办法做得那么好 这样子 我好像还有四分钟那我可以给一些杀必死的 就有一些这个我原本其实准备了两份 哦十分钟我原本其实准备两份准备了另一份简报是我第一次 呃我刚开始写的时候做的简报然后他原本是针对不同那个code 该怎么样写然后来做的东西 但后来发现说要做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talk的话 呃可能讲到一半可能大家就会恍神了 所以就就重新做了一份就比较讲这个上层概念的东西 那这里面就可以把刚才提到的secondary keysort的东西稍微提一下 看看 其实除了secondary keysort之外还有一些这个还蛮重要的一些概念 呃我看这边有些东西我把它跳跳 呃 哦 首先是这个呃在讲到secondary keysort之前先讲到一个常常在用的这个呃 嗯加速处理的技巧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报表都是属于这个报表加总 就是英文aggregation 我不太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那个中文来翻译这个事情 但它基本上就是一个sequel statement 就是说呃比如说select some revenue 然后cons有多少个impression 然后from一个dataset 然后是group by这个publisher id 就是说针对这个publisher 每个不同的publisher 我要给他收多少钱 然后他有多少个impression 大概就像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该怎么用mapreduce来写 呃基本上呃设计起来其实不太难 事实上这是我常常那个呃拿来面试别人用的题目 就是呃在mapper就呃在资料第一关进来的时候 呃只要是不符合资料就先把它扔掉 后面不用去计算它那样子 那在mapperoutputkey 就是说最后我要放在哪一个reducer里面算的时候 就是我group by原本是这个by 我的publisher id 所以我这个publisher id 放成我的这个mapoutputkey 那所有资料在reducer进去的时候 看到的都是这个呃 就是针对这个publisher 所有资料都会放到同一个reducer里面去 那样子 那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快速的 嗯 看看 其实这部分可能比起看图 看code可能会容易一点点 你们可以感受到为什么我把这一份简报改成第二份 就我发现这个讲讲很容易就变得非常的那个难讲 呵呵呵 呃 其实做呃 呃 虽然说刚刚讲信 呃 其实做起来不太难 就是呃 首先我先从那个comment line 能够把这个while的start and end 把它抓进来 然后接下来 我就可能对我的那个input data 我这边是用很简单 就是一个text 就是csv读进来 那可能第一个是time stamp 然后第二个是一些这个user information 就比如说这个country city and state 然后我可能最后要做平均的是这个temperature 那呃 如果资料不符合的话我就把它扔掉 然后接下来 我就把 比如说我这个group by跟前面例子不太一样 我其实应该把它那个例子同意一下 就是说 呃 就是同一个country state city的东西把它做group by clause 然后接下来呃 我可以对我的output value 我是要做一个average 那前面有提到说 所有做除数的事情我都不要真正除起来 我都是它的那个除数与被除数 就把它那个放入我的value 那就是sum和con 就是我的这个被除数与除数 然后把我temperature放进去 那这样子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这个 map reduce phase的这个mapper部分 那在这个呃 如果是很简单的把它做加总的话 基本上可以多加一个这个optimization 就是说呃 我在mapper输出的时候 它在mapper的那个机器 就可以自动开始做加总的动作 那在这里面的话就是这个呃 呃 我看到相关的一些key进来的时候 我就先把里面的值 sum跟sum 就除数 呃就是那个被除数的部分自己加自己 然后除 除数部分conc就是自己加自己 然后我是 其实我写了一个这个呃 呃 这怎么讲呢 就是一个helper function 就是说呃 呼叫accumulate的时候 他就自己加自己的样子 那最后在reducer里面所做的 诶 啊对 这边的话那个reducer和combiner是一样的 所以最后就是 所有的除数与被除数自己 乘上自己之后 然后就直接做输出 那这样的话就是有个好处就是说 呃你不会失去任何的精度 然后这样就其实一个例子就完成了 然后这个 这种这个helper function 其实是一个蛮常见的东西 那这个程式码其实我放在github上面 它操作起来其实不难 看看我的github 这边其实里面我加入这个 一般在写一个hadoop程式的时候 怎么样做那个comment line parsing的事情 所以就是呃 你所有有加一个d 那样子的东西 然后start and end 就你可以自己设定自己的那个 所需要的这个呃 需要额外传入的参数 因为通常 然后另外可以设定那个input和output的东西 也是在那个argument里面可以加 像微班写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hadoop程式的时候就是呃 我希望不要每次要算一个新的data 我都要去写一个新的程式 所以我很多东西都是在comment line里面把它pass进去了 呃 另外的这个 这个 例子的话 现在可能没有时间讲到 我可能会在mldm里面继续讲 那我希望这些讲例子之后可以呃 如果有些人有兴趣把自己 自己加以后的那个资料系统 原本一些算得很慢的东西 转成用这个hadoop来算的话 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这样子 时间感觉差不多了 有些什么额外的问题吗 那个 对于一般的那种新装公司 那从一般的siko切到hadoop 会有一个建议的门槛吗 还是一开始设计叫hadoop 如果你原本的资料量没有很大的话 我会觉得先从传统资料库开始比较好 对 就如果我自己再做一家新的公司的话 我会这么做 那用hadoop的话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好的这个切入点是 你有一些计算非常非常的慢 然后你看 但你已经开始有些钱 可以支付可能四台机器 白跑hadoop的话 我觉得那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好 这个奖金感觉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